一般來說,如果你有28天,即是兩個潛伏期 都沒有本地個案,特別是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基本上暫時那個本地傳播鏈是斷了的 香港疫情近期趨於平穩 截至5月21日零時 過去14天累計報告5宗本地病例 其中僅1宗源頭不明 香港特區政府抗議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指出 目前香港吸取前幾波疫情的教訓 在外防輸入方面已經做得更加嚴謹 包括自2020年12月22日起 規定敵港人士需在指定檢疫酒店 進行強制21天的檢疫 其中也包括海員和機組成員 對比近期出現疫情爆發的台灣和新加坡 許樹昌認為上述兩地出現疫情爆發 主要原因正是外防輸入有漏洞所致 台灣由於此前曾放寬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要求 再加上機組人員涉嫌不遵守檢疫規定 致使病毒可能進入社區 新加坡意識由於在機場防疫方面出現漏洞 而使疫情再度出現爆發 最近台灣和新加坡都有突然爆發出現 主要都是外防輸入有漏洞 這兩個地方都反映到 就算你兩個地方都曾經一段時間控制得很好 當你社區未建立到一個免疫屏障 再加上外來輸入的病毒 仍然是可以引起一個很大的爆發 是可以很短時間出現的 所以香港都是要以此為鑑 我們現在近來的外防輸入就相對做得比較嚴謹 但是我們本地的接種率都是偏低的 許樹昌表示 香港本地疫苗接種率目前僅有不到20% 比例仍然偏低 距離建立免疫屏障還有很長的距離 香港特區政府正在通過更多方法 讓市民明白 打疫苗是目前最有效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方法 政府扣入的疫苗是足以被全民去接種 世界很多地方其實都還差在扣疫苗 我們是很幸運的 現在醫管局裡面也開始有些數據分析 已經看到注射了疫苗之後 不會增加你患冠心病 心機梗塞、中風甚至死亡的風險 所以我相信醫管局每個星期都要更新這些數字 令市民可以做一個參考 另外政府也要考慮提供多些誘因 給市民去接種 許樹昌還表示 如果香港可以做到本地病例清零 就有機會與澳門和內地談通關 相比2020年的情況 香港現在已有更好的準備 並儲備有足夠的副氣壓病房、病床 及足夠全港人口接種的疫苗 已經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幸運